请合掌,能无本式加莫尼佛 能无本式加莫尼佛 能无本式加莫尼佛 请放掌,我们每次都在讲 几堂都讲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 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即是它不是因缘,不是因缘所生法 不是空,本非因缘是空 非自然性也是有,又不是空又不是有 即是中度,这个凌言经所讲的 问法为息,并不是偏有的 凌言经所讲的东西是偏如来状 尤其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花言经更加是余内状 所以呢,我们讲引渡佛教史 由这个小城发展到大城 大城到中宫到遗息 最后来就是余内状 最后来就是余内状 所以余内状才是佛教的增体 这个中宫和遗息呢 都只是一个时期的产物来的 小城是更加不是的 那中宫都不是的 只是中宫得过裂盘 得过空性的 遗息呢,得过菩提 菩提就是导众生的 那你没有裂盘呢 你只是导众生的,你很累的 不能休息 那你只得过裂盘 只得过裂盘呢 整天休息,没有导众生 你只得过菩提呢 只得导众生,没有休息 所以两个合起来就叫做余内状 合起来就叫做余内状 所以佛法呢 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你不要以为释迦默尼佛 入了裂盘 释迦默尼佛入了裂盘 释迦默尼佛入了裂盘 那是鲁尼佛可以讲的 鲁尼佛可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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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接着走回来默尼佛 默尼佛呢 默尼佛呢 就是毗奴遮罗佛 大逆如来讲的了 所以南无清静化生 毗奴遮罗佛 原本保生 毗奴遮罗佛 千百亿化生 释迦默尼佛 释迦默尼佛的责任 是讲小成 这个毗奴遮罗佛的责任 是讲大成 这个毗奴遮罗佛呢 是讲默尼佛 所以佛法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不可以说 哎呀我不收这个 我不收那个 我这个不是憎恨 那个不是憎恨 那我这个古德怎样讲 印光大师怎样讲 圣道大师怎样讲 原装法师怎样讲 智者大师怎样讲 全部都不对的 因为为什么呢 是罚佛一个进展的过程来的 所以呢 你不能够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 你走回去回头 我喜欢收小成的 那你小成呢 找不到地方收的 你找不到地方收的 你现在说 我出了一家 我要道心 找一家屋来住 我们以前有个法师 他走来我们里头挂单 就是这个电视台的偏道那类 那他呢 就 就现在横了 再说 那他呢 他呢 就走来走来挂单 走来走来挂单 那他呢 就想着呢 出了家之后呢 找个清淨的环境 找个清淨的环境收 那他积触十几二十万 那去地堂仔 就整一间屋仔 整一间屋仔 想着在那里自收 那些自自也收呢 那又不行啊 那里又要买菜 又要成的 那就走去挂单 挂单又觉得不合意 所以呢 出家呢 并不是想找个静的地方去修行的 出家不是说 哎呀我出了家 我现在有道心 我们找个静的地方修行 那就行 出家呢 是过一种生活 在家有烦恼 出家一样有烦恼 这个烦恼不会少得过在家 不过就没有苦恼 因为吃不需要担心 着不需要担心 吃饭不需要找食 不需要找食 不需要交租 那就变了呢 就什么 但是烦恼是依然的 就是不会减少的 你说我出了家就没有烦恼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 出了家就出了家的烦恼 所以呢 这个出家呢 并不是为了好些修行 或者不好修行 而是为了这个佛法 我们要弘扬佛法 将我们知道的东西呢 告诉别人 我们除了自利之外 当然了 头头是自利啦 头头是自修啊 收到有经验的时候 可以讲话给别人听啊 可以带领别人念佛啊 可以带领众生去修行啊 这个呢 才是办法来的 因为现在这么少出家人 你还要走去自修呢 这个是收不到的 我们南武堂不知道多少 全台湾那些人呢 个个都想自修 他说走去住毛访 住不行的 住着走回来 毛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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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住毛访那些人 他说我一天吃四菜 四菜一汤 四菜一汤 那自己一个人 早上起床 起床就做早餐咯 吃吃吃吃 吃到十点多 早起床嘛 早上做早货 8点多 9点多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到10点钟起床 做下午饭了 做下午饭了 那又休息了 吃完饭之后呢 累累就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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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夜晚 towel 要做夜晚的夜晚饭 四菜一汤 早上厉害niej 哎那呐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兒 加热量稍微稍微 sage 休息一会儿 多多羽望 ITA 所以 Politik 国家的 我的 不破初侵不住生 未正到之前是不能夠閉關的 未正到之前都不知道怎麼收 你怎麼能夠靜呢 靜不靜下來 沒個大眾的力在那裡 你是沒辦法用功的 所以修行是一個進展的過程 所以現在輕脈衝 你不能說我不喜歡脈衝 我什麼不喜歡 我喜歡念佛求生淨土 不是喜歡念佛求生淨土 但是念佛念不到實際的東西出來的 只是去到淨土 但是去淨土最終那一刻才知道 你說我很好收益啊 但是你自己說好 但是最後阿彌陀來不來就不知道的 是吧 大家都蓋過公定論 那你整輩子很年輕出家的 三四十歲出家 那你只是等等等等到八十幾歲往生 那你那幾十年不用做事了 吃了別人這麼多東西 所以就要宏法 因為出家人少了 沒有人出來宏法 沒有人出來宏法 沒有人出來領仲 沒有人出來聖 這個佛法就會滅了 所以福仇之下無餘論 所以宏法是最重要的 就是講經啊 宏法啊 做這些事情啊 而不是自己修行 自己修行呢 第一 斷煩腦是斷不了的 你無論拜什麼參與 都斷不了的了 我們南無台有些自覺去拜這個 法花也有了 拜花驗也有了 南無花會上佛菩薩 南無大乘廟法蓮花經 廟寶 拜一拜 拜五萬多拜的 這個法花 這個花驗是一百二十萬拜的 拜完又不是這樣 共有煩惱一元更多 不會少到那些煩惱的 你拜萬佛 拜千佛 拜大悲參 拜什麼參 你都不會少到煩惱的 就是你只是搬石頭押草而已 拜更的時候沒有而已 每人踩到你的腳 那就沒有而已 那個煩惱不會消滅的 你說我現在想修行 想廢君 想證三明六通 我想有神通 我想修多些脈蹤 想證神通 神經就有 神通就沒有 神經就容易 神通就難了 但是你說 出家做什麼 那你修行做什麼呢 修行呢 過日神而已 為什麼過日神呢 因為你在家又要生活 出家又要生活 你不過個個出家的生活 清淨一點 就是沒有苦腦 沒有世間的苦腦 那你又是過生活 那懂不懂修行就看你自己了 那所以呢 什麼叫做修行呢 修行就是搖益眾生 不論你是上師 下師 無論你是放蒙生也好 師食也好 無論你是去供天也好 那你放蒙生 以前我修行教的時候 我早上做完早過之後供天的 晚上就放蒙生 那你一個供天一個放蒙生呢 可以押散你的時間 可以押散你的時間 中間當然可以連伐 可以拜慘 可以吃 所以呢 北外府是對人家有益的東西 對人家有益的東西 就是師食 對鵝鬼有益 所以這個法門一定要搞清楚 搞清楚師食的法門 為什麼要去師食 怎樣吃 一定要有功夫 那在師食裡面就關係到很多法門 跟師食關係到這個光明爭言 尊勝那些 所以呢 這個上公呢 又是了 十二天神共關係到很多條咒 所以呢 這兩個是大的法門來的 上下師 上公下師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時的修行 你說想消除煩惱啊 想什麼啊 不是不行 拜一下 無妨 但是你說 我全力去消除煩惱 沒有得消的 你正道就沒有煩惱 拜到心臨體空了 沒有能拜的 我沒有所拜的對象 也都沒有拜這回事 肯定有人做到的 不過是問你而已 是吧 所以呢 這個修行的東西呢 其實呢 就是遙益眾三 在家居士當然可以啦 在家居士 那些上班 照仔照完都沒什麼時間啦 那他只是念佛而已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搞 他不用做那麼多事 所以他出來心就夠了 出來心就夠了 因為是小時間嘛 只有他一兩個小時念佛 你想做多少事 但是你在家人 出家人又不同啊 出家人 你要整理一些佛法啊 要研討一些佛法啊 那最好呢 就將那些佛法呢 再由頭再整理過啊 給人家容易些接受啊 所以我們在日本帶些東西回來 將它整成中文啊 將它翻譯了它啊 將它整好了 讓大家容易收啊 那這個就是弘揚佛法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佛法呢 是不能夠走回頭路的 不能夠走回頭路的 所以呢 經典呢 步步都對的 就是這個經典的 因為佛講經呢 就很精的 就是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佛呢 不講迷式的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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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賴爺深色淨微細 這個這個 集氣總子而暴留 我對焚如北鮮染 恐將虛假濕淨憎 這是解三密經講的 那靈嚴經裡面講呢 這個 這個 賴爺微細色 集氣如暴留 曾非曾孔滅 事故北鮮染 就是說賴爺微細色 這個賴爺微細色呢 這個賴爺微細色呢 有閘氣如暴留 曾非曾孔滅 這個不是曾的 因為柯爺爺是不是曾的 那如果 說了柯爺爺式呢 這個說了唯色 唯色之後呢 那 這個曾非 這個曾非 因為他不是曾的 不是曾的 因為唯色不是曾的 曾非 曾孔滅 真正的東西呢 恐怕會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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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滅的 那麼 曾非 曾孔滅 其實這個 questo 曾呢 就是如来藏 这个就是忠观 这个就是如来藏 这个就是如来藏 所以如来藏才是我们真正的东西 这个遗识是假的 遗识是假的 事故不宣映 所以他不讲遗识 法人还没讲过遗识 有灵验金就讲遗识 解三物金就讲遗识 但是他讲的遗识不是遗识 他讲的遗识是如来藏 即是有清淨的一面 也有污染的一面 不只是讲污染的一面 袁庄法师他虽然是很大功德 把印度那些东西带回来 但是印度带回来的那些是无识的 无识是遗识派的 他不是世青 所以遗识都分了两派 一是无识 一个是世青 无识是旧识的 只是讲违识的 没有讲到如来藏 世青是有讲到如来藏的 所以袁庄法师那时候是没有讲到如来藏 所以就夹不了 但是最后给《花盐经》和《花盐忠》 就和他统一了 所以我们接《花盐》就接《慈恩忠》 接《慈恩忠》变成如来藏 《花盐》就如来藏 《花盐》接《慈恩忠》变成如来藏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东西 所以《佛经》每一部经都对的 里面没有些东西是错的 除非是藝经 假的也不同 如果你是出名的那些大经 是不会讲错东西的 里面没有错东西 因为佛是三世智者 他不会讲错东西 但是祖师就有问题了 祖师有编辑 是任光大师 什么大师 每个都喜欢这个 善道大师 喜欢这个 他自己喜欢的 因为他是未到未登地 未登到十地都有犯道界 因为拱空是犯友 拱空是道友 拱友是道空 都犯道界 十地菩萨都犯道界 只要为三言十性 因果为佛一人居正土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仁皇户国 般若波罗麦多经 这个三言十性因果为 三言十性都是什么因果 你拱空就变得有 好像我们的政党中的大德 每样都说 这又不对 我知道为什么 那变成了什么 整一整一下呢 就是走去弄一半的东西 哦 弄了道教的东西出来 道教啊 孔子啊 余式道啊 但是余式道 这个再生就没问题了 你喜欢怎么收就怎么收 就是余式道 你喜欢有时间就收起它 但是你一灵界就不同了 碧女分明的嘛 道家就不信你法家很久了 你还走去 但是佛法一传进来 已经在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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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张经已经在那里斗法了 你还去学别人的东西 那就是丢了佛教的面子 所以这个不是说 你讲什么就是什么 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 而你要医盟一字 医盟解字就是三誓佛冤 但是离经一字就变成魔术 所以你要依照古德的东西 再发扬光大 就不可以将古德的东西完全丢掉 然后再创一样东西出来 再创一样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看古德那些东西 对不对现在用 所以呢 有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对现在用的 因为古德那些东西 唐朝啊 元朝啊 宋朝啊 那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对现在用的 所以我们要在古德里面 再补充一些东西下去 就不是将古德那些东西放了去 我自己创一个派 你收这个 延阴老人说你收六印法 六印法就会成佛的了 尤其是第二个说结了就会成佛 他就成佛了 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他们的徒弟 他说 是的成佛 这么容易结了一个印就成佛 但是你还要做一个念法 那就成佛了 你有什么可能成佛呢 没有可能成佛的 你没有可能在梭婆世界成佛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地盘 你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盘成佛 你成佛永远不会在梭婆世界成佛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是佛土来的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 劳赛罗佛的佛土 那你没有可能在这里成佛 你要是他方世界才成佛 所以你没有可能是即生成佛的 即是没有可能即生成佛 即生成佛 即生成佛呢 成这个发生佛就有 成大日如来 成金方总辞你就有可能 但是你想成释迦牟尼佛 那就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他的佛土 所以我们要是他方成佛 但是你见性成佛 禅宗说见性成佛 这个只是正到空性 正到空性 或者正到这个大日如来的性 或者正到这个金方总辞的性 所以呢 所以我们呢 要知道我们 我们 我们 在《双八灵花经》 我们昨天解释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上一次我们所发现的问题 这个 这个 什么 那 我们现在不讲 不讲这个 我们呢 讲讲经 否则永远都卡住在这里 就讲不到灵炎经 那我们呢 灵炎经里面呢 就说这里呢 佛说五音 这个 五音十二入十二处十八戒七大 他都每一个举一个计出来 非因缘非本 非因缘非自然性 每一个呢 都举一个 举一个 举一个 举一个例子 这些例子呢 在现在的科学看上去呢 是好像呢 不是那么对 不过它是经来的嘛 所以呢 仍然是要讲的 因为你不讲的时候呢 你跳过了这部分呢 就没有事说 不过可以说快点的 这些是 这些是例子来的 这些是 讲的例子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讲这个 第五页 佛说五音 色音 色音呢 我们して 读一读 解一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尽量呢 就跳过这儿呢 就可以讲下底那儿了 下面那儿呢 更重要的 这个呢 此又未明 一切浮 佛庚珠宏化上 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 雲網爭上 其聖爭爭為妙國明體 於是乃至五音六日 從十二處 十八戒 因緣和合 虛妄有生 因緣別離 虛妄國異 恕不能知 生滅去來 管如來臟 常駐妙明 不動周圓 妙爭如聖 聖爭常宗 求依去來 迷生死 了無所得 這個呢 愈來愈小的那些字 這個呢 它就說 所有的東西 當處出生 當處亡滅 因為這個世界 所有的東西 都是當處出生 當處亡滅 所以我們呢 又看到這三個東西了 你解釋這個 三處出生 當處亡滅 這個東西很難解釋的 但是你用這三套片 你就很容易解釋了 墨則世界 墨則世界 墨則世界是分子的世界 分子會崩離的 用電啊 用繩子啊 用水 水蒸氣 那你分離呢 用H2O 那你當處出生 那就一滴水啊 那當處亡滅 你用那些火 彈一下它呢 那就變成H2O了 所以呢 這個是分子的結構 那這個呢 就是量子力學 這個是靈界 靈界呢 包括地獄和天 天堂地獄 天堂地獄都是靈界來的 靈界呢 它又是當處出生 當處究竟 這個 墨則世界是最難搞的 墨則世界那些東西是實的 但是當處究竟就當處滅盡 隨處滅盡 就是你一生起就滅盡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滅盡是難一點 但是你燒一下它 比如把桌子燒一下它 它又變成木的性質出來 所以變成這個 即是分子的結構拆開它 H2O 又給點水 給點火一蒸 它變成水蒸氣 水蒸H2O 又變成H2O了 那所以呢 何況這些粒子 62種粒子 一散的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它一變出來就沒有 一變出來就沒有了 而且每一次都變成不同的樣子 因為沒有辦法找到程式變成一樣的樣子出來 那些鬼呢 每次都不同的東西的 那些神啊 每次都不同的東西 因為它沒有辦法變成同一模一樣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它是組合的 它是62種粒子的組合 這些粒子的組合呢 因被取材 有時拿到這個粒子 有時拿到那個粒子 一集合起來的時候呢 就成為一個 看起來好像有默德的東西 所以色界天 無色界天 它只不過微小一點 色界天呢 粒子是分散了 無色界天是更加分散了 肉界呢 肉界的粒子大一點 人的粒子就更加大了 所以呢 這個只不過粒子的大小 中間也都分離了 多了東西呢 當初出生就當初逢滅 那麼這個佛的世界更加增加數碼 數碼世界 數碼世界 這個是玄學書 我們叫做玄學書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數碼嘛 所以叫做玄學書 玄學書呢 就在圓線那樣 那就說小的能量體 這個呢 這個最小的能量體 就是一個能量圈那樣 因為能量圈呢 微小到呢 一個粒子呢 好像宇宙那麼大呢 那個能量體呢 一棵樹那麼大了 那麼現在就容易解釋大家的數碼 數碼呢 就是一和零 陰和陽 這個時和理 常常都是一樣的 忠公為息 都是一和零 所以呢 一和零呢 就構成整個世界 正和負呢 就構成整個世界 所以我們呢 政治又是 建制派 盟主派 又是構成這個世界 那麼如果這個世界呢 正是盟主派呢 那你死定了 這些社會福利全部有了 但是呢 國家窮到死了 都沒有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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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是有錢的 人們沒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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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樣東西要取得平衡的 建制和民主呢 要取得平衡 就是陰陽和視理 我們的視理 就是忠公和遺識 就是道教的陰和陽 各樣東西都是這個世界呢 北外湖是陰陽的組合而已 所以這個世界 僅是陰 僅是陽都不行的 純陰 純陽都不行的 你要去淨土 噢 又要洗澡啊 接著聽百公德水啊 噢 看看 那時間很快過了 過了有什麼用呢 過了十萬億劫 那有什麼用呢 沒用的嘛 沒用我們不開了 不是的 淨土不是叫你躺世界的 但是世界因為你躺一百億劫呢 你好像一剎那而已 因為做同樣的事情 早上起床 這樣就洗澡 洗澡 百公德水 正諸教 接著呢 就去奉食驚行 哪裏十方 哪裏諸佛 哪個奉未供過的 就去那裏供供完之後回來 奉食驚行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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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樣呢 每天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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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去幾十萬劫 沒用的 時間多久都沒用的 做多少事都沒用的 但是我們去淨土不是做這件事 淨土不是去享受世界的 淨土是學習的 學完之後混入娑婆道中心 叫你 如果你不混入娑婆道中心 淨土也沒有意思的 淨土是沒有意思的 淨土是學校來的 教你道中心的 你不道中心是沒用的 不道中心去那裏享福是沒用的 即是五正居天 小成人淨了初果 二果 三果 五正居天 北來果 三果 北來果 那五正居天做什麼呢 那是要打坐的嘛 你在鏗鞠邊打坐 同康鞠邊打坐 同康鞠邊打坐 那是怎樣的 大家都是打坐 什麼都不做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小成有意思的 等第二個佛出現呢 叫他回小向大 那他就回小向大了 所以呢 各樣事情都要平衡的 所以呢 做得太辛苦也不行 不做事也是不行 你看安老遠那些事不用做 那些人不用做 很快死 因為你沒有事做 肯死而已 鄧球早死 那沒用的 鄧球早死 死了之後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你要盡你的能力去 貢獻給人去搖益這個社會 跟這個世界做些事 你不要說 別說宗教啊 積一些功德 我們說積一些功德 如果不是宗教呢 你都瞭了一個幫助眾生的心願 那這樣的時候才有意思的嘛 所以人生呢 有些人一生出來就趁世界 沒用了 浪費了一輩子 用福布 那你要生出來呢 你要幫助眾生 要幫助眾生 那人才有意義的嘛 人最重要就是開心 你能夠幫助眾生呢 就開心的了 你看 現在非洲二波拉病島 那些又有這麼多義工在那裡 死得的喔 他還去 因為他幫助人 他自己開心的嘛 人生就是鄧球開心的嘛 沒有鄧球什麼 不是說你拿了別人的東西來射 搶了別人的東西來穿 那就最開心 沒有開心的 你不會開心的 人家比你厲害 你就不開心 你有妒忌心的嘛 人家比你厲害 你就不開心了 所以這個世界呢 全部都在那裡調和 在那裡 所以人的身體也都是在那裡調和 哪種東西少就加進去 哪種東西多就不要 不要吃過了 那樣的東西 也都不要令它缺少 人的身體呢 陰臂陽條 那這個呢 就是忠義講的陰臂陽條 那這個呢 就身體呢 就會平和 平和 平和 所以人也是平和 所以人也是平和 人也是平和 對人 對事 對己 對物都要平和 所以呢 這個世界呢 不外乎 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圖裡 我們就看到了 這三道片裡 就看到了 這三道片裡 分子 無論是物質的世界 或者 物質的世界呢 它是講的 引力的 講的 就是除了這個 這個四種力 除了地心吸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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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引力 還有引力啊這些 那裡面那個力呢 就是黏在那些分子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力了 就是我們用心 用心去變出來 去黏在那些分子 那這個呢 我們是令到它黏在那裡 不過你說 我們現在沒有黏它啊 它為什麼會變成一塊的 這個呢 這個呢 人家黏起你去做 對吧 因為大家分工合作 靈界 不是靈界靠自己 這個 多人亦 每一人亦 每一地獄 柯秘地獄 一個人做了 天公一個人住了 沒有其他人住的 雖然有天女 天女都人變出來 所以呢 所以呢 天公地獄呢 都是一個人做了 雖然有其他天 都是一個人做了 但是這些呢 我們在中間那裏 插進來呢 我一出生就有桌子 有椅子 這些桌子是買回來的 所以呢 這些呢 是黏在那裡 但是你也都可以翻散它 你靜在那裡 就是虛空粉碎 大地平沉 就沒有了 可以穿過那些桌子 穿過那些牆子 不是一定有的嘛 所以呢 本處生起 不當處直裂 所以這個呢 所以從這首解釋到呢 《靈嚴經》呢 是講如內藏的 不是講遺色 不是講普通的遺色 而是講世襯那套遺色 世襯的遺色呢 就有如內藏思想的 有原誠實性 即空性 這個是天界所濕性 明明沒有的 你當是有 那天知道一切的東西都沒有了 依他起乘 你都要用你的葉來變的 你沒有葉 你變不了漂亮的天空出來的 你沒有葉的嘛 沒有葉就怎麼變的 你要用你的葉來變的 地獄 你都要有葉才有地獄的 沒有葉你怎麼會有地獄 就是依他起乘 這個就是原誠實性 即空性 這個就是原誠實性 就是佛的境界 這個呢 就是應生 這個就是報生 發生 發生完成實性 即空性 完成實性 完成實性呢 完成實性 為什麼呢 完成實性呢 這些東西呢 這個呢 這個是有 這個是空 非空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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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是數碼 一零一零 這樣組合的 所以你要 它就有了 當你當初出生 就當初毀滅 隨處毀滅 當初出生 就隨處毀滅 靈言經裡面剛剛講的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當初出生 就隨處毀滅 無論你是 墨則的世界也好 或者是靈界也好 這些墨則世界呢 就是分子 分子都會隨處毀滅的 不會說不會毀滅的 這個靈界呢 亦都靈界更加 就是自己一個人 多人也悶 少人也悶 隨處毀滅 這個呢 就算你成了佛都好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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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組合 亦都可以生的 根本平時都不在這裏 佛都沒有生的 發生就沒有生 發生無傷 而無不傷 它根本就沒有生體 所以沒得受報的 發生就怎麼受報呢 發生大事 那怎麼受報呢 沒有那個生體 怎麼受報呢 你想打他也不行 想打他也不行 想他辛苦也不行 那沒有的 是吧 它可以感性一點 是自由嘛 可以可 可以沒有 所以佛呢 是這個 我們講這個 講這個修行的時候呢 這個是指 煩惡是指 這個 這個靈界是觀 因為你要觀才有 不觀哪有 因為地獄那些人 人家跟你觀起來的 不用自己觀 人家跟你觀起來 人家跟你觀起來 阿備地獄 一人也悶 多人也悶 那這個佛呢 是指觀雙橫 所以呢 它知道這個世界是數碼世界 所以它不起心奉獄的 但是它又可以觀一些數碼呢 將它形成一塊東西呢 來搖益眾生 所以叫做指觀雙橫 所以呢 整套東西齊齊齊 所以呢 這套片呢 應該個個都看到的 在佛學 學法的那些人 個個都看到的 但是沒有人 沒有人講這套東西 真正是我講的 所以奇怪 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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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些留意這三套片呢 那你整個佛教的道理都什麼 這個叫做優雅的宇宙 這個叫做十一度空間 因為靈界是十一度空間 靈界不知道 靈界是三度空間 就是四度空間 三度空間 它們是兩度空間 靈界是三度空間 但是它是十一度空間 十一度空間呢 裡面有個M學數是假的 十一度空間呢 即是十八界 天人樂鬼 阿修羅地獄畜生 四星六八 十八界嘛 加上那個M學數 M學數是佛來的 M學數是佛的 十八界嘛 這個M學數是假設的 所以有十一度空間呢 就是天人樂鬼 阿修羅地獄畜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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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人住在十個 十個不同的境界裡面 這個叫做十一度空間 和柯和家講的 跟著這個呢 這三個玄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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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網上都有了 所以呢 可以看 看增這些三部片 三部片的時候呢 整個佛法的理解呢 又不同了 所以我們講經 講得幾次 隨時都拿這三部片出來呢 我們講廟法蓮花經也好 講這個 講寧嚴經也好 講遺識也好 講宗公也好 講什麼都用這三部片 講墨宗也好 都是這三部片 不離開這三部片 所以法法來講呢 到這裏呢 應該就是集大成了 所以我們是延誼的 所有的東西都延誉 所以這個是延誉的 延誉的宗教 所以我們呢 所有東西都延誉 所以呢 這個 那跟著 舉個例子 那戲又講到這件事 又沒講到經了 只是整個講 這個看著了 這樣啊 這就是講法步法三生 又講這個本非恩 嚴非自然性 那我们现在读经先 不过是很细节词 这个柯南 宏河五音本如来藏妙争如性 柯南 譬如 有人以清静目观情明空 唯一时虚 释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睁 唯一登以法劳 则依虚空中则现狂发 伏有一切狂乱飞上 识音当知 亦服如是柯能 视诸狂发 非从空来 非字目有 如是柯能 若空来者 必从空来 云从空入 若有出入 即非去空 空者 非空 自不容其 其伤起 如何如何 如何 如是看得不容 苯难 那这个呢 就说 这里举个例子 有没有 有没有灵严经 有没有灵严经 出来看大这些字 现在带个讲义 用小这些字 那他现在就说 灵严经就说 举个例子 那是识音 即是我们见的东西 我们见的东西 以为是实在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实在的东西 我们所见的东西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破 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呢 就是破我们的执着 那我们认为所有我们见的东西都是实在的 那他就说 柯能尊者 比如说有个人 看个日头 看个日头 就是眼就会疲劳 疲劳的时候呢 就见到那些花 狂花出现了 那些狂花出现 这些狂花呢 不是从你的眼那里来的 因为你用眼去看嘛 用眼去看个日头 或者你不用用眼去看个日头 你只拿一本书 在日头之下看 不用直接看个日头 看个日头呢 你会伤着眼 看书都会伤着眼的 所以有太阳照到呢 你不要看书 一看书的时候呢 就变成眼花缭乱了 变成一大堆东西 梦茶茶 你会发露的 眼会发露 那看到有狂花 看到一些古灵精怪的现象 那这个柯能尊者 这些狂花呢 非从空来 这些不是空中出现的 如果从空中出现的时候呢 那这个呢 就不可以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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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刚就揭到了 哎 叫做好东西 第一 第一节就这一节 这么好东西 那么 复至柯能 何弘六日 本妙庄言圣 这个柯能 即彼木正增法路者 兼牧与牢 同时菩提登法路上 因依 什么来的 那么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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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开心 开心祖那堂 不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所以这个不是空中来 如果空中来呢 它就这个花 如果是空中来呢 如果这款是从这个 从这一个 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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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能的心里呢 不是从柯能的眼睛 柯能都没有 明明是没什么的 所以我们现在破除我们的识音 识音就是我们见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 不要执着我们现在所见的东西 这个就是破除我们的识音 接着我们先去看看 要接这个 所来无留 起飞 这个就到了 就到了 说到没有 八宏扁典 二种虚无 这个可以了 到这里了 这个 宏河五阴 本如内藏 在这里 接一接 四兄 宏河五阴 本如内藏 如内藏 这个 妙增余性 如内藏 妙增余性 所以灵言经是说如内藏 如内藏 妙增余性 就是说我们呢 这个心里面 所有看到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心来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 由我们看到外面的东西 传入去一样视网摩 看到外面的东西 传入去我们的视觉 视觉神经 有十二对神经 有视觉神经 视觉神经传入我们的脑道 我们的脑道说这个是什么来的 那就告诉你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心里面呢 你是大家看的东西一样 但是传入去呢 传道 眼睛有问题 视网摩有问题 是色盲 如果神经传道有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看不到 或者看不到些东西 所以说是思觉失调 就是思想呢 有问题的时候呢 思想和感觉气功失调 就是思觉失调 所以呢 比如有人 以清静目 观情明空 鬼一情虚 回无所入 其人无故不动目睁 就是你看一样东西 看到法外的时候呢 登以法奴 登大着眼睛 你就会奴了 側旗虚空中别见狂花 他说看一看呢 看到第二样东西出来 伏有一切狂乱 非识相 非识音 当之易服而是 柯然是诸狂花 非从空来 就是这个狂花呢 不是空来 那么 非从目出 也都不是柯然尊者的目出 柯然 若空来者 既从空来 既从空来 既然有来 当然有去 那么可以回到空中 所以 若有出入 即非虚空 那这个就不是空 若非虚空 自不容其花 上生起灭 如果不是虚空的时候 那么 不容其花的上 起和灭 柯能 看不容 若目出者 既从目出 能从目入 即此花 从目出故 当合有见 若有见者 去既花空 旋合见眼 若无见者 出 若无者 出合 有见 若有见者 去既空花 旋合 见眼 若无见者 出既 艾空 旋当艾眼 又见花者 是无 是英无艾 云何情空 毫清明眼 是故当知 色音虚妄 本非姻缘 非自然性 所以 这个呢 不是无中生有 因为 你仍有见到的 这个呢 思觉失调 思想呢 思想呢 这个思想 和感觉器官 思觉 思觉失调 有觉 然后有思 C呢 如果你说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 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 非因缘的呢 不是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的 这件事仍是有的 这个呢 自然性不是我们本来实有的 这个不是无中生有 这个呢 也都不是如实见到 所以我们思过失调的时候 是见到一些东西 我们以为什么 所以我们见到一些东西 听到一些东西 我们有时见不到 见到虚空 你都可以说有人在骂你啊 有人在骂你啊 有人在骂你什么啊 这样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思过失调呢 这个呢 所有世界上的东西 都是依他起的 依他起性 就是都是有些东西在里 你是错觉 错误的理解 所以我们食物是要的 在衣食住人 我们是要的 但是我们呢 不能够在衣食住人 那里过一世 不能够睡觉 吃饭睡觉看电视 过一世 或者吃饭睡觉看电视 打机过一世 因为这个人间呢 还有很多事情做的 过一世呢 并不会开心的 为什么过一世才会开心呢 人家会骂你 你就开心了 那如果你食饭睡觉看电视 谁会骂你啊 你妈妈骂你啊 这个儿子真乖 懂得食饭睡觉看电视 那谁会骂你啊 除了你妈妈会骂你之外 没有骂人啊 没有骂人啊 挺好的啊 那除了你妈妈会骂你之外呢 没有人会骂你的 那你不会开心的 食饭睡觉看电视是不会开心的 但是你一走去做义工 做到生水生汗 虽然是辛苦啊 和那些老人家买东西啊 和那些老人家煮饭啊 那你做到生水生汗 又没有钱收 但是人家说哎呀 你真是花心了 那你就很开心了 那你的开心呢 比你吃饭睡觉看电视啊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目的了 不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去做义工啊 那么多人走去做无国家医生 那整世都走去做义工 就是想人家赞嘛 所以他不是想人家赞 但是都有一些这样的心 就看来人家赞他就开心了 他没有人赞他又没有心机做的 就是整个奖励状给他 整个奖励状 那所以呢 做 那这个就是人生了 人生就是想人家赞的 好像我们现在 现在不是吃饭睡觉 搞低钱就没有人赞了 你换了大把钱 那些人会羡慕你 但是不会赞你嘛 李嘉诚真是真是好东西 能赞到这么多钱 当然是羡慕李嘉诚 不是赞李嘉诚 赞李嘉诚 当然是卖鱿鱿 所以这个不会赞啊 卖酒店啊 不会赞他啊 只是羡慕他而已 就是有钱 你很有钱也好 只是人家羡慕你而已 不会赞你而已 所以呢 所以这个人家不会赞你的 但是你是做义工啊 造成啊社企为人啊这些呢 就是人家赞了 所以人生呢 只不过求开心而已 求个开心 开心两个字 所以开心两个字呢 并不是衣食住行得来的 不是说我有东西吃 有教训 那我吃饭回家看电视 那就开心了 开心呢 要别人想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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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开心的 所以呢 唯有呢 就什么呢 那你没有人想识 你妈妈都会想识你的 生了你出来 难道打你吗 那都会想识你的 但是 但是呢 所以要别人想识 所以要这样才会开心 那开心 过去一世的时候呢 身体才没有病 就是抑鬱成疾 整天有东西吃 但是你很不开心的 躲在一起 那为什么这么多有钱人 这么多人会自杀呢 这个是南代啊 樂替那些会自杀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了名字 人家出了名字 现在大明星来了 谁知道有第二个 什么青春玉女出现 那么就撿了他的位子 顶到他的位子 他就表示没有人用 我现在拍戏拍少了 其实他有很多钱的 大家都有很多钱 但是他就跳楼了 没有人想识他嘛 所以人只不过求上识 所以呢 你拿了世间的东西来吃 拿了世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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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财富在你里面 不会开心的 你要把东西派出去才会开心的 所以呢 你自己一个人快乐 不如大众快乐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 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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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些些 創意识 就是一切有个目标 有个目标 那就不会瞒了 不是你退休 那些人做什么 你说你退休 做什么 我们现在退休 我们现在六十多岁 还不退休 我们退休才刚刚开始 有人找你 前一回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是哪位 没有人找你的 但是这些越老越值钱 所以呢 我很小時候已經很害怕老了 沒什麼做 因為我小時候住在佐敦道 就去佐治公園看人家下棋 看人家下棋 看棋盤 問一下 是不是我們翌日又是這樣呢 很害怕 老了又是這樣 沒什麼做 就去公園下棋 短暫好 找一件事值錢的 越老越值錢的 去學中醫 學中醫越老越值錢的 胡蘇白才出名 鄧雅又醫不了人 醫不了人的 為什麼醫不了人呢 因為你要自己醫自己才是辦法來的 因為你對自己的身體 24小時都在監測自己的身體 人家的醫生還是對你五分鐘而已 對你五分鐘而已 有什麼事啊 有什麼事啊 你講講講講講都不清不楚 下錯藥 死了 醫一輩子都醫不了 所以醫生是急病可以就醫的 有些做手術啊 此類的當然是要醫的 不醫就不做手術死了 但是那些普通的條理的病呢 要自己醫的 傷風暗霧都要自己去條理 醫生醫不了你的 因為他不知道你是什麼病 他跟人多 人多的時候呢 他只看你五分鐘 十分鐘 給十分鐘已經很夠 他不會看你十分鐘 看你兩三分鐘就叫你走的了 下一個就等著你 收你二百塊就看多少錢 所以呢 你對自己的身體最了解的 所以醫病啊 無論什麼都是 都是靠自己的 所以人最重要是開心 所以呢 活得有意義 活在當下 那就有意義 所以人生 無意義的人生裏面 你要找一些意義出來呢 那你的人生就會多知多彩了 如果不是你的人生呢 吃飯飯到看電視 什麼Petana 溜兆精靈 LVVL 你都是不開心的 因為有些人漂亮過你嘛 有些人好過你嘛 有些人穿得好過你 有些人吃得好過你 有些人有錢過你 你都是不開心的 所以呢 人最重要是開心的 所以這個色音 色音就是假的 非真言 非自然性 跟著就講壽音了 柯蘭 這個壽音 看這個 這個柯蘭 譬如有人 色音 講壽音了 柯蘭 譬如有人手足而安 手足沒有東西做 八孩條式 身體好舒適 忽而忘生 性無為順 其人無辜 你有空無事做 兩隻手就在虛空搓下搓下 搓下 這兩手中 忘生色惑冷月之上 授陰當之 亦陸如是 柯蘭 事故諸宏足 不從空來 不從授出 而是柯蘭 若空來者 既臨足掌 何不足生 不應虛空 亡選擇來足 若從授出 應非待合 又授出故 合則得掌之 離得掌足 入臂骨水 應覺入時 時中跡 必有覺心 知出之入 自有一物 自身中出 何來和合 知要明為足 事故當之 授陰虛妄 非因緣性 非因緣 非自然性 我們做實驗 手縮縮縮 你閉上眼睛 手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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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下搓下搓下 你會產生一些感覺出來的 讓你感覺到滑 色 滑 劫 劫 會有些感覺出來 但這些感覺 不是你的手出來 比如說你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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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就不是你外面所有的感受都是个心来的 所以所有的感受就是天气热天气冻 这个天气热天气冻 这个感受不会令你喜和顾 这个是喜,这个是善恶,善就是喜 善恶,善受恶,受舍受 就是喜欢不喜欢和无所谓 这个感觉来说,这个感受来说是你的心的 所以冬天穿皮球你觉得很享受的 但是夏天穿皮球你觉得很惨的 但是有修行的人夏天穿皮球 虚云老和尚没有看出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转上 当天是热的时候,你转在这里很冷 这里很冷,很开心 现在很冷,很冷,现在到了北极 那你就说很开心,有件皮球 所以你就不会出行 各行因为你的感觉而有 你觉得很热 就算很冷也好,你都觉得很热 风扇开大冷气 为什么这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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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人激态的时候 吹什么风扇 吹什么冷气都没用的了 他们激态的时候 整个人都热了 所谓的热了 这个热不是俗话来的 这个热很蒙雅的 整个人热了 整个人热了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都没有 所以所有的感觉都是由我们的心 就不是一定是有外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执着 外面的习惯睡觉看电视 不要执着我们开心不开心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要想开心的东西 当我们开心的时候 我们要想不开心 就是不要这么开心 所以不要整天去 喜欢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 是你自己的业 鬼叫你没钱 你热就会开个冷气 我没钱买冷气 那你自己自作是受 你没办法去用钱 就没办法 鬼叫你大小 鬼叫你去赌钱 所以呢 最重要是不赌钱 不赌钱就要计划 一赌钱就没有计划 像我们以前那样 1359246麻将 一坐在书17帝 哦 输了一个月薪工 半个月而已 半个月薪工 不知道怎么算好 又要交租又要成 那你就死了 是吧 现在有很多人 炒股票 整个身家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呢 出了家 最好的最好是什么呢 是不准赌钱 不准赌钱 不准赌钱 包括炒股票 所以我们又没有碰过股票 又没有赌钱 又没有赌钱 那我们一个先就洗一个先 如果你有赌钱呢 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感受来说呢 你有钱是一种感受 没有钱是一种感受 你觉得它好还是坏 所以这一个呢 所有的感受呢 都是假的 都是看你的心 所以呢 不是外面给你感受 是你感受 如果你是 你是觉得 热下都无所谓 我烤桑拿月月月好 那你就开心了 你现在 哎呀天气好热啊 风气风扇又坏了 冷气又坏了 哎呀我正好烤桑拿 那就准开心 所以你不用说 因为外面的环境呢 就令你不开心 那这个想 想音呢 这个拭受想含色 这个为什么说五音十二入十八界呢 以前都讲过的了 那因为呢 这个是生体的组织来的 我们都讲过 不过现在呢 因为讲得太久了 你又要再讲 这个五音十二入十八界呢 是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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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入是一个人,这个十二寸,这个色星香味粥, 眼耳鼻舌生,色星香味粥法,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叫十二入,又是一个人,这个又是十八戒, 十八戒眼耳鼻舌生意,眼耳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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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这个十八戒加多个色,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宇宙来的, 我们的人不外乎心和色法,物质和身体, 物质和我们的心理和生理现象,生理和心理, 整个生理和心理形成我们的人生, 所以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戒都是讲我们的, 下面讲七大地水火风风色,都是讲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整个心心都是假的, 那么对迷心的重心,这个色法是一个, 这个就是迷心重的,就讲色星香味粥法, 这个色受上含色,因为这些全部是心来的, 那么这个硬耳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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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迷息就是说息多的 那就说心多 迷这个心多的 那就说息多 这个息最多 息有五个 这个息有四个 这个是息 这个是息 这个是心的一个 所以迷心就是息 这个等份的呢 等份是双等的 这个等份 等份的就说十二日了 这个迷深迷息都有的 这个十八大了 接着呢有七大了 硬以鼻舌生意 其实这些不外乏我们的 我们讲这件事呢 不外乏是破除我们的吃饭饭教看电视 这个财息名食碎地獄五条羹 你破了五条羹之后呢 你就会做好东西了 我们的人呢 除了这一世之外呢 我们还有下一世的 这一世吃饭饭教看电视呢 下一世没得吃饭教看电视呢 下一世没得吃饭教看电视呢 腹部用光嘛 谁给你呢 你这一世有老爸的样子 下一世未必有的嘛 所以呢 你不能用光的 所以你要积福 积福留下一世嘛 你做功德啊 做义工啊 这些就是积福了 留下一世会好些 你现在这一世帮人 下一世呢 个个都来帮你 这一世害人呢 下一世个个都来害你哦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有意思的人 做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教徒 真正的佛教徒呢 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这些不同的世间人呢 这个Petana Neutrogena LVBL Gucci 是什么Gucci 所以呢 一样东西我都没有 LVBL 从来都没有啊 所以呢 从来都没有 以前是没有钱买 现在是有钱都不买 所以呢 这一个 所有的没有啊 所以呢 我们这架车 这一个是最好的了 那我们呢 今天讲到这里呢 下一次继续再讲